好,接下来我们看这个第八章的历届 part7的部分了 第七题 在右图呢 我们有欧式圆星 AT是切线 TOB是80度 BA7 BA7是35度 他要你找CTO CTO我看看 CTO在哪里 CTO在这里 OK 那 那 进拳呢 是看到说 哦,这个80度吧 他对去圆周角呢 就会是40度 所以这个40度有用 然后呢 这里有一个90度也有用 这个35度呢 也是有用 然后呢 再加这个小角呢 会等于180度对吧 所以呢 就换句话呢 就是180-90得到90 40加35得到75 90 再减去75的话呢 你应该是算到这个 X等于15度 X应该是等于15度 7 8 9 对 对 15度 啊 你怎么真的是 108 10 90加75 应该是165吧 啊 所以应该就算少了 应该是计算错误吧 啊 应该是计算错误 第七题的答 第七题的答案 应该是15度才对 啊 竞选呃 要注意你的计算啊 不要太多 这种初心的错误 第八题 在右图呢 我们欧式圆星 ABC是三角形 然后呢 这个是内气圆 ABC的周长是30cm 面积 什么的面积 三角形的面积是45 45 5cm 平方 球 内切圆的半径 OK 这一题啊 它其实有少许的tricky了 那 它整个概念是这样子的 如果我连接AO 我连接BO 还有连接OC 然后呢 OE我也连接 OD我也连接 OF我也连接 这里就会是90度 90度 90度 我们假设 那个内切圆的半径是R的话 你就会发现到 哎 这个三角形的面积是什么呢 它 变成了 可以分成三个三角形 三片的三角形 而这三片的三角形的高 也这么碰巧 都是R 那它们的底分别是什么呢 OK 它的底分别是AB 乘高R 就是这一片的三角形 二分之一底乘高 加上二分之一底是BC 乘高是R 再加上二分之一底是AC 乘高是R 然后呢 二分之一跟R呢 好像都一样 如果我们抽出来的话 抽出来的话 就是二分之R 抽出来 你就会有AB 加BC 加AC 这是什么 这是周长 所以你会发现到呢 这个其实就是那个公式 三角形周长 乘上内窃圆半径 乘上内窃圆半径 内窃圆半径 内窃圆半径 那个周长 看到吧 除以周长 拉过去 所以除以30 这样子的话呢 你会发现到我可以 除以5 9 5 45 65 30 除以2等于3 再除以3 你就会得到 内窃圆半径等于3 4 非常巧妙 当然这个 其实 如果你有 这个如果有学过 因为这个其实是有一个关系 这一题要观察到 不是这么简单 不是这么简单的 当然有学过就容易了 没有学过就会需要一些时间来慢慢的进行观察 好 Alright 第9题 那在右图呢 我们有 B A C 是一条切 是切线 O是圆形 A O E 是直径 半径OD 平行于BAT 然后呢 A B O 是38度 求 CEO CEO 还有CED 这里 这个图好像似曾相似的 对啊 然后刚才有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提醒出现 好 那我们的做法如果没记错的话 第一 我们有内窃脚 38度 再用 圆形脚 圆中脚是一半 所以38除以2呢 就会等于19度 还有另外这个角度呢 是90度减38度 会等于52度 52度再除以2呢 你就会得到26度 应该是假的 应该没有错 OK OK 所以 关键的脚 我现在看一下 CEDO 是26度 对 这个是52度 然后26度 这是38度 CED 这个非常可惜的就是 你看成了两个都是圆周角 但是事实上呢 COD DOB 你是写DOB 就是COD来的 COD是圆形脚 那是圆形脚 圆形脚 圆周脚的关系 这个不是38 而是要除以2 OK 非常可惜 改次要注意 注意那个 那个角度 到底是在圆形 还是在圆周上 这个也是 经常同学会看错的 OK 再来B呢 是右图 我们有A4 A 向圆 拉了两条切线 AB和AC 我们有切线常定理 这两个是一样长的 我们今天知道半径是等于5 半径是等于5 AB等于AC 这个是切线常定理 SIN O AB 是多少 这个角度 我们知道52呢 就要配13 对吧 所以SIN OAB 就会是等于5 除以13 对边 除以斜边 13 然后呢 他再找说 BC是多少 A BC是多少 这个呢 你如果你细心看 它其实是一个风筝型 你们风筝型的面积呢 这么小 因为它是两个直角三角形 拼在一起 所以面积呢 有两个计算方式 第一个呢 它是1 2分之1 两片1 2分之1 底是5 高是12 还有的就是 因为它的对角线会互相 垂直 它是等于1 2分之1 对角线相乘 也就是13乘上BC OK 那也就是说呢 我们直接约掉的话 它的 BC呢 就会是等于5 2 10 乘12 120 再除以13 我看一下 第一 它的答案 它的答案呢 它用9 它用除法 除以13 93 93 27 919 10 11 然后余3 所以它是写9 又13分之3 写 这个是它的BC OK 我这边呢 用了面积的一个量 因为风筝型 它有 它有一个找法 找面积的方法 就是对角线相乘除以2 啊 然后还有这么巧 因为它是两个指角线 平在一起 所以我又再用另外一个方法 去找它面积 好 所以这题应该我只有三分 要想到这个方法就很简单了 OK 想不到就比较难一些 这个数据很丑面孔 对吗 52 13 跟刚才那题一样 跟刚才那题一样 所以这边呢 它又要找哪里呢 它要找DC 那我们整条是13 我OD是5 所以13前5呢 就会等于8 所以这个DC呢 只有8 AB是多少 刚才 所以你看啊 他们两年 1999年跟2002年 差不多是2002年超1999年的题目 连那个数据也不改 真是超级懒惰 Nelrix的做法是怎样 它用Sine X 是等于AE除以5 也同时每12除以13 这个做法也可以 这个做法也可以 但是问题 你这边找的不是AB 而是AE罢了 也就是说到最后呢 你这个是AE 你的AB要乘以2 所以正确来讲应该是120除以13 对吧 对吧 所以最后呢 也是一个 9又13分之3的情形 OK 所以 就是因为进化论的关系 原本你这里是AE的 然后呢 现在变成了AB去了 所以这个要注意啊 你是对边是AE 对边是AE除以5 OK 所以不要突然间变AB去了 OK 再来看这一题 U图是 在U图O是圆星 A B C D是圆上的点 Q R是切线 切于A A D C A D C 是75度 A P D 是80度 OK 然后呢 要你找A B C 是多少度 还有A B C 在这边 我先画一下 还有Q A D Q A D是这一边 还有P O C P O C 是这个角 好 我再放大一点来看啊 所以他基本上给的 给的角度呢 只有这两个角 75度跟80度 首先这个角是75 圆内积四边形 对角互补 对吧 所以这个呢 是180度 减75度 你就会得到105度 好 其中一个角是105度 没问题 找到了 还有再细心看一下 这个角度 其实是80 不是 不好意思 不是了80度 看错了 为什么不是80呢 因为他没这个P点 没有在悬上 啊 啊 他必须要落在悬上 才行 不然的话呢 就没有悬切角了 这样子的话呢 怎么办 哎 因为他没有落在悬上 没关系哦 没关系哦 你其实可以延长他 让他落在悬上 那这里就会有90度 这有90度 然后呢 呃 你就会算到说 这个小角 就会等于15度 这个80度的话呢 这个角度是多少呢 你就会看到 呃 哦 哦 我想到好像有点复杂哈 80减去15 应该就会等于65度 所以再用悬切角 就算到这个65度 有点复杂哈 啊 这个好像是 延续做的 然后呢 他其实就 他也不用想 你没有去想这么多 啊 不想要延长啊 他没有想到要延长 那就想到说 我既然我有了这两个角 我要找这个角度不难 对吧 用180减80 得到100 100再减75 就会等于25度 那既然他这个A O是半径啊 这样这里的角度就是90度 90度再减25度 你就会算到65度 对啊 65度呢 也是正确的啊 呃 我刚才想太远了啊 我去 特地拉一个悬切角出来 其实没有这不必要 OK 哈喽 那再还有的就是这个小脚啊 对 还有这个小脚 这个小脚怎么办 这个小脚 有什么办法呢 我觉得啦 如果是我啦 我是找这个内脚 等于75度乘以2等于150 所以直接用180减去150 就会算到这个角度是35度 你有找到吗 不是我 不是我 你找到25度啊 OK 我看一下啊 第一个角105度 第二个角60度 然后这个25度不太对啊 因为我看到说75度乘以2等于150 150 在180减150 就会等于这个30度 所以这个角 爪爬POC应该是30度 为什么你会找到25度呢 我不知道 我觉得你找错角了吧 啊 找错角了 你可能找到PAD还是什么 OK 不懂了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为什么我会把他要要找的角呢 我都会特别的再化身一点 因为你知道说我现在我要找的是哪三个角度 而且我没有跟顺序的 我每次就是啊 哪一个方便我就先找哪一个啊 OK 但是一般来讲他们会设计成说 跟着他顺序找会比较方便的 OK 再来看第12题 在右图呢 我们有PT 分别与O N 所画的圆的根确线 然后呢 OP 是6 N7 是5 ON 是15 然后呢 OS 平行于PT 这个他其实有给了一个hing 一般上来讲这个平行线呢 他没有要他不需要给你的 OK 那他要你证明说 O S N 是90度 这个要怎样证明呢 因为这里是窃线嘛 这个是窃线嘛 这样这个角度自然是90度 再来同位角就相等了 所以 OSN自动的就可以得到90度了 同旁内角互补 也可以了啦 也可以啦 不过我觉得同位角会更快一些 好 同位角更快一些 那我找到说这里是一个长方形 怎么说是长方形呢 因为他 这两条边平行 这两条边平行 然后呢 而且这个角又90度 因为这里又是窃线90度 这里又90度 这里又平行 这个又90度 因为这里又平行 这里又90度 就算到说四个角是90度 只要四个角90度呢 它就肯定是一个长方形了 OK 所以最后呢 你找到四个角是90度 它就会是长方形 还有吗 过后还有找什么呢 过后他要你找PT的长度 你PT的长度相等于OS的长度 你这个OP是等于6的话呢 这个ST呢 就会是点6 所以这里两个加起来呢 6加5 你就会等到11 它的斜边 ON 是15 所以你就会得到一个 直角三角形 一个是11 一个是15 那这个多长 你就用15的平方 减去11的平方 再开更好 15加11等于26 15减20 15减11就会等于4 为什么我这样子算呢 就是钱加货成结结后 一般上这样子的会比较容易算一点 4可以开出来变2 26开不了 所以他的答案呢 应该是26 哎 答案应该是 哎 你让我想一下 他后面给的答案是根号104 6 4 24 428 90 104 没有错 不过呢 这个4可以开出来变2 所以你写2跟号26呢 应该也是正确的 OK 所以这个 呃 程度没有算到这个pt的程度了 呃 前面的整个证明其实 就是 就是来协助你 啊 来 guide你说 他 可以得到一个 O S N的一个大折角 三角形 OK 大概就这样 第十三题 第十三题 如图所示 圆心分别在O跟P两个圆相较于A跟B A P O 证明APO等于BPO 就是这一边吧 哦 那 要讲咧 要讲咧 哦 哦 用SAS全等 因为这个 半径这个半径嘛 这个半径这个也半径哦 还有OP是公共边嘛 所以我觉得不是SAS 用SSS会更加容易一点 好 APO 全等BPO 然后呢 就会得到这两个角 则是 相 呃 这两个角就会是 相同了 过后呢 他要你找AB垂直于OP 那这个 你可以看到的是我们有OA等于OP AP等于PB 你就可以看成一个风筝型 风筝型 这个你不用证明了 你只需要写说风筝型 对角线互相随直 收工 OK 这题 我是这样子来看的 用风筝型对角线互相随直 就可以了 OK 我不写了 那第14题 右图 我们有A C 与E G 都是切线 B 和F 是切点 然后呢 两个直线 C E 跟B F 相较于D 还有呢 C E G 是12度 还有这个角 E D F 是70度 还有B C D 是X 球X 基本上都画在上面了 都画在上面了 OK 有什么方法 想一下 OK 看到了 啊 这个因为都是切线的啊 你可以这样子来看这个角度 是70度加12度等于82度 其实这个角也是82度 你有两种看法 第一个看法呢 你可以逼 延长去任意一个圆周上 那个旋切角嘛 这个角等于82度 所以这个角对过来82 这个角又对回去也是82 所以你两次的旋切角 你就算到这两个角其实一样 又或者呢 你不要用这样的一个想法的话呢 你可以想说我这一个延长啊 啊 那个BC延长 这个FG也延长 他总会交于线外的一个点 对吧 这个交到那个点之后呢 这个点到B的长度 跟点到F的长度会一样 这个是我们叫做切线长定理 那我们就会有一个等腰三角形 对吧 所以这个82 这个也82 所以有两个思路给你用啊 看你要用哪一个 这两个思路了啊 就告诉你说 其实呢 我们的同样的旋 你看啊 其实同样的旋 然后呢 都在都有切线了 都有切线 所以同旋对切线的角度 同样的那边呢 它会是一样的 然后呢 这里是70度 对定角 所以X 容易找吧 这个加起来 152 180-152 等于20 那个大度 找到了 OK 可以啊 都基本上腻脚盒了啊 你自己慢慢去算 帮我捡一捡 OK 再来看第15题 第15题 如旧图呢 我们有C 是 C 与O C与O 分别是一个圆的圆形 还有一个散形的圆形 这个O是散形的圆形 这个C是那个圆的圆形 那圆与散形切与MNP三个点 L是AB的重点 它要你证明OLB 全等O 不是全等 是相似 OMC 这很容易嘛 那这个因为终点的关系哦 它有一个叫做 垂镜定理吗 垂镜定理 终点的话 那这里就是90度 还有这个是切线 切线跟半径成90度 还有这个公共角 对吧 那你就可以得到这个了 两角度影响的就行了 看一下 公共角 两个都是90度 对吧 切线长定理 这个好像是垂镜定理 应该是 朋友忘记了 还叫什么名 反正就是两个都是90度 找到两组角度影响的 大概是这样 接下去应该就不难了 我个人是觉得不难的 如果我的AB是16 我觉得应该只是要求一半而已了 八 一般是八 然后呢 它的散型的半径如果是小R 那它 那 那 那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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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一下 AB是八 求R 求R 让我想想 圆的半径 它有给圆半径了 它有给圆半径是6 那不难算呢 对吧 因为呢 这个 就会是 就会是多少 这个 这个OP是R 那 CP又是6 所以这个OC呢 基本上是R减6 基本上是R减6 还有的 还有吗 还有吗 还有相似吗 还有相似吗 还有一个相似有用的啦 它的相似应该是CM这个6 比上这个 呃 比上这个终点 终点叫什么 L哪 LB这个吧 OK 我看这里啊 CM比上LB 对吧 CM比上LB 这个有用 还有另外一个是OC OC比上OB 对 OC比上OB OC比上OB 我先写一下啦 不然我怕大家不解 看得太懂 它其实是CM OK CM就是后面这两个 啊 跟 就比上LB 对等于OC就是前一前一后啦 比上一前一后 所以我们就套了啊 有什么资料 CM是6 对吧 LB LB是给的Bud OC OC刚好我推 我解释了一下呢 它其实是R减 R减6 因为CP是6 给OP是R 因为它是R减6 那我们的OB呢 其实就是R 我们越减一个2 是等于4分之3 我们在交叉层 就会得到3R 3R等于4R减6 424 所以这个3R拿过去减呢 我们就算到R呢 会等于24 好 算出来了 不说完 OK 第15题 主要是R等于24 OK 好 这样子的啊 还有 球角D 这一边角D AB是直径 BD 跟DCE 是切线切于B和C 然后呢 ACE是40度 球角D 我看看下 我还不知道要怎么做 不过呢 我们可以补线啊 对吧 这里就90度啊 这旋切角定里 这里是40度了 然后因为90度的关系 这里就会是50度了 然后呢 切线长定里 告诉我们 这里也是50度了 我们再用180-50-50的这个角度 就算到80度了 不断断算了 对 有时候都这样啊 跟第一眼看 好像看不太出来 这样算 但是有这个资料 我好像看得出来 BC连接的话会有 又旋切角了 又慢慢推 突然间不断断找到 有时候是这样 OK 好 圆的这一张最难的部分呢 就是它很多原理 啊 很多原理很多方法 然后呢 呃 反正就很多方法了 啊 只要你的 你不要弄错啊 有人家是圆星角 你不要把它当做是圆周角 这样子就可以了 OK 好 再来看这一集 如右图呢 我们有欧式圆星 PC是切线 PD也是切线 A跟B是切点 对吧 然后呢 AEAE在哪 AE在这里 AE平行于PD EAD 是50度 还有DOP DOP 要找DOP 要找DOP 所以还是要找这个角了 是吧 这个角 我再放DOP 我再放DOP 点点 OK 有什么 资料可以用呢 有什么资料可以用呢 内错角相等 这里等于50度 可以 然后这里有90度 也对 然后这里有40度 可以 还有吧 我们如果连接OB的话呢 它就有两个OAP跟OBP 会是两片的全等杂角形 换句话呢 这个40度呢 我们也可以讲说 它是一个角平分线 分别是20度 20度 如果一片是20度的话 那这个角度 我们就可以说 三角形吧 对 三角形的 逆角合等于180 180-50-20 50-20 50加20是70 180-70 就会等于110 算到了 对 可以 OK 很好 大概是这样 110对 真正了解说的 OK DOP 第18题 第18题 用途我们有直线PA 交予点A BC是直径 BC是等于Bug CP是等于4 然后呢 它要你证明PAC 是相似PBA 这个不难对吗 它有脚P是公共脚 还有这个角度PAC 直接等于PBC 为什么呢 旋切角定理嘛 OK 所以两角对应相等 我们就可以得到 PAC相似PBA 那接下来还要你找PA的长度 PA的长度 如果你用这个相似型的 你就会发现到PA比上PB 会等于PC比上PA 就对PA是 这两个比这两个 这两个比这两个 你PA拉过去乘就是PA平方 然后呢 就会得到PC乘上PB OK 所以PA呢 就会是相等于根号PC 就是4 乘上PB 4加8 等于12 4可以开出来变2 12也可以开出来变2 因为它是4乘3 所以变成了它是4跟到3 OK PA是4跟到3 你好像忘记了12 为什么是 4来的 应该是4跟到3 4跟到3 然后呢 AC比上AB 又是多少呢 你再继续看哦 它其实这个 哦它就是这里 AC比上AB AC比上AB 对不对 所以呢 所以呢 如果AC比上AB哦 其实我任意 因为我已经找到了PA PA是4跟到3 假设我用PA比PB好了 我用前面的 我用PA比PB 它就会是4跟到3 除以PB 是12 我们进行 我们进行月减4 就会得到 根号3比3 你可以写 根号3比3 或者其实 你可以 呃 有理化分值 你就会得到一笔 根号3 我相信两个都可以了 我相信两个都可以 结束 然后呢 接下来它要你找AC AC 嗯 怎么 怎么找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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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AC 比上AB 是等于1比 根号3 也就是AB呢 就会是等于 根号3 X 然后呢 因为半圆寒直角的关系 这里是九准路 所以它其实就是X平方 加上根号3 X的平方 会等于8的平方 就是用我们的B式定理 我们再展开呢 这个根号3的平方就是3 3加1就等于4 4X平方等于88 64 X平方就会是等于16 所以X呢 应该就会是等于4 所以这个是4 这个是8 那个就是30多来的 也就是一个是4 8 跟4跟到3 这个就是1 2跟到3 30度来的 OK 所以这边就会找到 那个AC 是等于4CM 对 神奇 神奇 为什么我讲神奇 你可以前面这两个都做错 但是你的4CM可以对回来 真是太神奇了 OK 再来看第9 第19题 A和B A和B跟C 都是在圆上的点 PA 跟PB是切线 APB是等于40度 A B C 这里A B AOB 这个大大刀 180 对吧 180-40就可以了 所以应该就算到140 正确 B A O 那你算到140 180 180-140 得到40 40 再除以2呢 你就会算到20度 也找到了20度 B A C是多少呢 嗯 嗯 是多少呢 我们可以看 这个角度140 40 除以2呢 就会等于70 然后呢 这个因为是50的关系 你再用180-70 等于110 再减50 就会等于60 所以这个角度是60度 60度也是正确的 OK 所以第19题啊 他第一个角是140度 第二个角是20度 第三个角呢 是60度 就这样子 All right 再来看这一题 右图我们有PQ是切线 S T R是53度 S R P是80度 Y是多少 Y是多少 诶 这个有90度吗 这个有100度吗 没有斜啊 对不对 我反而觉得说 你可以连接这个TP 用玄切角定理 这个角度为Y 然后呢 这个80加53 再加Y呢 会等于180 因为圆内阶式变形 对角后补 100 减180 减80等于100 100再减53 你就会得到47度 所以这个Y呢 相等于47度 好 第一题的答案呢 应该是B 第二题 右图我们有AOB是直径 PT是切线 O是圆形 求X是多少 OK 那我们有半圆寒指角 好 还有的一个就是玄切角定理 所以这里是2X 还有的就是 还有的就是我们可以用 三角形外角等于 两立绿角之和 这个相等于8X 8X加2X等于10X X 这两个角加起来要相等于90度 因为这里已经是90度了 所以最后呢 一个X呢 会是等于95 OK 9度正确 第二题答案是倒计 第三题 ABC是60度 BAP是40度 然后呢 BCQ是多少度 这是谁做 Brian呢 他就连接AC 然后玄切角定理 这个角度就会是40度 还有玄切角定理 这个角又会是60度 所以最后呢 这两个角加起来 就会是100度 OK 很好 正确 看起来也没问题 应该是这样子做的了 应该我也是这样子做的 还有什么其他方法 没有了 OK 很好 OK 第三题答案是倒计 第四题 这个ABC是多少 我们之前讲了 如果我用玄切角定理呢 他其实要对照 对到去哪里呢 对到去圆周角 所以换句话 这个X呢 是对在这一边呢 才会等于X 我们知道这个X呢 会等于50度 对不对 因为100度除以2 才会等于它 所以我们的X呢 就会算到是50度 第四题答案是倒计 第五题 第五题 在圆的这一 O是圆形 AB是直径 MN是切线切于C AB是等于2 根号3 ACN是等于B A C的角 夹的两倍 OK 他要你计算AC 那这一题 那这一题 我们可以这样看 这个2X 对过来 这里也是2X 所以3X等于90度的话 X应该是等于30度 所以我们就会得到说 30度所对的边 等于斜边的一半 2 根号3的一半呢 就会等于根号3 这个AC呢 就会是2根号3的平方 减去根号3的平方 再开根号 就会是AC了 这个的平方 224 4 3 12 减去3 就会得到9 9开根号 就会等于3 第五题答案是C 第五题答案是C 这一题我们有这个90度 半圆寒直角 还有一个旋切角 这个是40度 我们的ABT呢 就会是相等于50度 非常简单 第六题答案是B 没有问题